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目击者和反对派活动人士说 反政府武装和政府军爆发激烈战斗 目击者对国际新闻媒体表示 他们能听见摩萨区传来的机关枪和火箭爆炸声 那你是大马士革戒备最森严的地区之一 也是政府安全机构所在地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叙利亚北方城市阿勒坡一栋政府安全机构大楼附近 星期天发生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两人死亡30多人受伤 叙利亚国一媒体为此指责恐怖分子 而反对派说这是政府造成的